欢迎大家回到澳门丁台EP440集 我们今集来谈谈听众的投稿 主题就是女友的神奇思维 大家今天看到标题 都知道我们今天邀请了嘉宾上来 邀请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南哥上来很多次 嗨 你好 我是张华南 还有一位好像有不少听众留言过 就叫我们请他上来 澳门Vitoper白露 大家好 我是白露克罗 你们好 千呼万换尺出来 我们终于合作了 太开心太高兴 小斌面有新嘉宾上来 我们要做一些提问 因为我听白露说话的声线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至少你是澳门人 在澳门来说 我现在听我觉得正常一点 有时你在影片里面 我以为是不正常 平时很少听到的声线 很罗利音 你现在要小心一点 K老师 你要怎样形容我的声音 我想说 其实我今天的声音有点不同 因为我没有对着我的皮套 噢 这里有个皮套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皮套 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来到就是因为我是一位Vituber 大家所知道的虚拟主播 通常都是带着他自己的二次元皮套 出来的形象 我们称之为那个形象为皮套 无面超人也是用皮套 是呀是呀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原理 所以你会先轻 你这么麻烦了很多 哈哈哈 我刚刚听白露说英文的名字 一瞬间令我想起飞梦的Miko 他也是这个声音的 不是说笑 是真的 真的真的 都是这个声线的声音 是很相似的 我说回我的问题 就是我平时听你的影片的声线 我觉得好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形容错 很罗里音的感觉 是我平时 我身边女性不会有的声音 我就很好奇你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这样 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 始终可能你平常生活和你的直播 即是你在扮演那个角色 你明白吗 是 就会有少少和平时不是很一样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 其实你说的声音很容易认的 在澳门的话 是很容易认的 很容易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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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吃麦当努 旁边有个人这样说的 我一定觉得是你 三号餐吧 麻烦 我叫一号餐 我叫一号餐 一号餐是吃什么的 一号餐是什么 一号餐是什么 麦乐鸡 麦乐鸡 好像是麦乐鸡 二号唱香鸡翼 所以换言之 你也觉得日常生活 你自己觉得日常生活 没有在直播的时候 有特色的声音 你自己觉得 是呀 没错 你就会变身 轻轻 然后就变身 变身 因为通常一正式坐在 因为我们公司是有直播间的 对我们的虚拟主播在直播 你可以选择在家里播 你可以选择回来播 通常我坐在座位面前 开闪电脑的软件 我就会进入那个状态 那你就觉得自己 人都穿着皮肚 还是你真的有皮肚穿着 没有 削了一身 我想知道那些皮肚 其实那些动作是完全追踪你 人真的在做什么 它有分是2D 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2D和3D 知道 3D我就知道 就是那些 是不是跟平时看电影一样 3D和2D 3D就是立体 2D就是平面 2D就是平面 没错 没错 然后2D就是靠一个软件 叫做2DLive的软件 有听过 一个平面的东西 变成一个懂得动的东西 马上会跟随你眨眼 嘴 这个有见过 是啊 所以现在 现在说笑 就是有些男人 他会变成同一个女性的皮肚 如果那些VTuber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后面是一个什么人 是 没错 哦 那就很害怕 哎呀 哎呀 现在我也不知道 会啊 但是这些是我们叫V圈 会比较 男声女皮 会比较受欢迎一些 哎呀 竟然是这样 是啊 他都会觉得很棒 好像这些人听到男娘 都会觉得 哇 很棒啊 但是男娘 都是会用女仔声 但是好像我那样 就是用男仔声 他就是男声的意思 男声啊 因为男声都会分很多种 即是怎样啊 即是男人撕着声那种 是你打算 那这种也是男声来的 哇 你扮得好似啊 也可以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会认 这种是曾志偉 我不认 很难扮的 一扮就是米奇老鼠的 有港天份的 哎呀 多谢你啊 南哥 我声音问完了 阿榮你有没有问题 我没问题 不是我有问题 你很正常会说没问题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其实白鹿和我们一样 都是澳门人 其实港澳地区都会做YouTube 那为什么你又会选择做B站呢 嗯 这个故事 我分享过不下 不下十次左右 因为其实我身为一个澳门人 为什么会在 很多人会问我 为什么你会去B站直播 那么奇怪呢 那就是一个故事 就说说 之前很久很久之前 大概三年前 我就 刚刚 就是疫情 大家都知道 嗯 嗯 那当时 哎 没工作 因为我们以前公司 一直都是做一些 类似 拍片 或者 等等等等 就 帮我接一下一些 设计的工作 做 嗯 接着那时候 就开始找不到识 我老实就突然间 他们那群人 就开始看这个V 即是外国那群V 然后 他又叫我看 接着我又看上任 接着突然间 一天跟我说 喂 白鹿 不如呢 你试一下 自己都去做 因为 在他们那群里 我的日文算OK的 嗯 反而不是因为你的声音 白鹿 其实不是因为我的声音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找到我的定位 你明白吗 所以 反而不是因为我的声音 所以他们叫我去试做 是因为我懂日文 所以他们叫我去试做 对 接着我老实就说 哎 我出钱 我们公司出钱 买个皮套给你 那我们就 在想 啊 这些东西应该要哪里买的呢 就看到 其实 大陆 就是B站那边 做很多这些东西的 然后我就找了B3的一个工会 就问 啊 你的皮套多少钱啊 怎样怎样 然后就买了一个回来 嗯 不透露就可以 哈哈 五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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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是 很贵的 是的 是的 然后后来就 因为 这个原因 所以就开始做了这个生涯 已经3年了 但是我刚才听过 我有疑问 就是你说 因为日文叻 所以他们推你做 但是 所以一开始的目标 不是内地 其实我一开始是有起youtube播的 成绩都是不如理想的 后来就我们工会那个 就是华师妈咪 我们就会叫华师妈咪 他就说 不如白露 你过来B站试一下播吧 你日文又不差 试一下咯 我就签了他们工会 就是这样 哦 哦 跟我们有相似 我们youtube到现在都吃了糟糕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先做youtube 但是过了一千订 我觉得好棒啊 好多 然后后来 其实youtube我做了一年 然后B站做了半年 谁知道突然之间 B站我们是放样式的去说那些片 就是喜欢说一下 喜欢说一下 突然之间有一天 我的朋友就是打麻雀 然后跟我说 最近看一条片 听那条片很好听的 然后打开 希望我来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发觉 咦我们这些片 开始在B站爆了 那不行了 一定要日以计夜以计 不断疯狂up片 因为我们那时候 已经在youtube存了很多片 一up就 就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有爆片 爆一下爆一下 是的 我看到 因为通常B站 可能文章老师就知道 这三个可能粤语的群众 或者是 其实都挺多的 我说真的 是多的 是多的 特别的那些标题 比较夸张一点的封面 他们会是 很夸张的 点击素 真的 算是稀缺资源 因为之前不算太多人做 那现在多一点 现在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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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之前在youtube做的平台 那个年龄层 都是那些 法国都是40加以上的 你这么说是对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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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 顺语言的那些 粤语言的那些 粤语的播客 或者是那些 youtube说的影片 就是说的那些 你看他们的那些 话题 和说话的那种方式 多人看那些 肯定是说40加以上的话题 反而这些就会年轻一点 哦 是 原来我们youtube做不起 因为做错题目 因为我们说一些老病 说一些50路的东西 就OK的 说八卦 要交给阿荣 或者是否应该要说那些 比如说一些以前的回忆 好像南哥说的 说一些TVB 想起以前 或者一集就说那些 尋巡记 说一集 是呀 你说一些老牌子都OK的 有研究过的 真的有研究过他们 多人看的那些 都是说这些 哦 那是回忆的 是呀 如果你只是说 他们是当收音机那样听的 因为他们四五十岁那班 看youtube那班 听广东话 是当收音机那样听的 但是你哔哩哔哩就不是了 或者是youtube 还有年轻化的那些语言内容 那他又不同一个玩法的了 是 没错 我刚才想起还有一个问题 就想问一下两位 因为始终两位 对比我们的粉丝量多些 你们那个出街 有没有真的撞过粉丝 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 我有啊 白露可能难一点 我刚才不是说 是因为我没有露样 听声音真的认不出吗 白露很怀疑 我有几次 几次 差一点点 但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 因为我们有个经纪人 我们也看到staff的 是 我们的staff呢 他的声音就是那些 播音系的男子声 嗯 就是那些 呃呃呃呃呃呃呃 很红厚 然后那些人很喜欢那些 很瘦性很厉害的那些 很瘦性 对很瘦性 然后呢 他的声音是超级异认的 是 他一开口呢 特别我说有事成了 因为我们有事成了 几个人出去吃东西 那样 我每条街上 他都会很大声说话 因为这个是他的习惯 他会很大声说话 然后 偶尔叫他 喂白师傅 什么什么 我真的 我想 我想突死 他就是想帮助你 被人认出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我觉得很惊险的 可能澳门观众都没有那么多认识我 但是 广州观众 我是很多广州粉丝的 是 然后呢 有一次呢 我就去找张老师 嗯 那我们老闆呢 他车我们过去广州 这样 我们三个人 我 老闆 staff 三个人去广州 动漫星城 等 就是去看东西的时候 突然走过身边有个 有三个人 他兵过和我们拆建议过 我突然听到 你知不知道哪个是 什么 巨神兵百佬 然后我心想 哈 在我旁边 他在我旁边 这么说 我心想 你听到吗 然后他说 听到 好像撞鬼 你见不见到啊 以为自己听错 撞鬼 最接近就是这一次 去广州真的很危险 不过我觉得有可能 真的认得出你的声音 都不敢真的问你 好像很尴尬 起码我觉得澳门人不会 澳门人很内念 我会不会的 他只会慢慢看着你 但你不能看着你 我想听一下 南哥遇到粉丝的经历 其实都没什么 他们会过来叫你 你是不是那个哪个 我会说 你好 你好 寒圈两句 始终我不是女人 或者不是女孩子 主要是这个问题 他们不会对我什么 有没有说要拍照 签名 签名就不会拍照 有的 不过拍照的 之前我们做了一个 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半开放的 有些他没有约 他直接过来 他认得你哪个 那就会有拍照 但是我估计 如果只是在街上看到我 可能他也不会拍照 不会搞这些事情 其实我主要想听 南哥的内心 有没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他肯定有了 有人拍得你 但是还是什么 你都知道我现在的定位 已经变成佛山的地下口将 我现在开始有这个偶像包袱 是害怕 我现在出门 都要塞 以前可以够流出去 现在要固执形象 是偶像派 又不可以画鼻屎 黑超就没用 真的不好 有好有不好 你也知道我是靠这个 硬直吃饭 你猜真的靠才华吗 是对的 不能够流鼻屎 是麻烦的 我都觉得是 非常麻烦 就是这样 咬到屁股 好了 我们吹嘴到这里 入正题 入正题之前 让我先说一段话 希望大家给个赞 支持我们 有请了很多嘉宾上来 给我们一些动力 还有YouTube听的 可以订阅我们 按钟就在身边上通知你 Apple Podcast听和Spotify 听我们给个五星好评 B站听记得一见三年 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左下方有个IG平台 微博平台 可以投稿一些感情烦恼 以及一些奇趣的故事 上面有看到投稿的文章 下方说明欄 就会看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是的 我们最近B站有1884的观众 和我们的充电 带我为大家支持 YouTube观众 他继续透过超级感谢 去支持我们 我和K老师看了小红书 我小红书叫飞梦肥 澳门电台有名 K老师叫做澳门电台 K老师 至于白鲁和南哥 他们B站的连结 我们在下面的资讯栏 也会显示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交给阿荣 今天我们要一起讲的标题 就叫做女友的神奇思维 这是一个男粉丝的投稿 他今年28岁 他就说 首先要和各位主持 观众问一声 我算是老粉丝 点赞充电 两年走起 多谢你的充电 现在我考虑了一段时间 都是决定要吐槽一下我女朋友的东西 因为我越来越不肯定 我们究竟可以走多远 我是男人 28岁 和女朋友第一次在公司楼下麦当劳认识 阿荣最喜欢的麦当劳 不是 我先喜欢哪家麦当劳 你公司在哪里留下 有分的 有分的 听说是有不同口味的 我听白师傅说过 这么深入面究 是哪家麦当劳也好吃 是哪家麦当劳也好吃 我不知道 哪家麦当劳也没有分 但是内地的和澳门是有分 不认为地区是有的 我也觉得有的 是 因为内地有麦当劳有饭吃 现在没有了 是吗 早上有 是不是有竹 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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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那家的 对台来的 是吗?KFC 对不起 好 好继续听完 有一天吃完早餐 准备酒的时候 看到女孩抱着猫进来 买杯咖啡 把猫放在麦当劳的桌上 然后拿到手机 疯狂地拍摄 疯狂地自拍 她长头发 大波浪的长头发 戴着黑色粗框眼镜 偏瘦 皮肤白白乱乱 穿着紧身的瑜伽褲 记得很清楚 我想问一问 大波浪长头发 到底是两个形容词 还是三个形容词 他是这样的 他没有逗好 他是这样的 长头发大波浪 戴一个黑框 到底是 我想问 大波浪带着黑框 应该是长头发大波浪着黑框 好好好 行不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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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 估计他应该二十出头 他刚好就坐在窗边 阳光透着 显得他面部的轮廓 特别好看 刚刚看错了 我以为是阳光透着 显得余佳褲的轮廓 特别好看 他没有说哪个轮廓 可能是余佳褲 可能是 可能是 你想什么就来看什么 对 什么人想到什么 看什么 他说有少少有光镜的效果 我承认 当其是因为见到他穿余佳褲 所以很可爱 想着他搭散 其实我想问一问 你们怎样看女生穿余佳褲呢 老实说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 是接受不了 太暴露了 其实我不觉得那条是出街露 太贴身 是啊 没错 南哥你这样说 你是不是现在开始顾及形象 连录音都要 不是 我是喜欢看 我完全不否定我喜欢看 我完全不否定我喜欢看 我是觉得太暴露了 我是替女生不看 即是是不是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会面红 会 我不敢看 我不敢看 但又要看 不敢看又要看 不敢看又要看 很複雜 我觉得这个男主角 可能和我是一样 不过他就更厉害 他就可以出击 主动出击 但是女生怎么看 瑜伽褲 是的 女生 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 他比较贴身 有些太暴露了 但是 他也是 一定的 他是很适合用来运动的 一个贴身衣物 只可以这样说 是的 但是那些人出街 他出街 他不是运动 那些女生不是穿瑜伽褲 就要做瑜伽的 有的 有的 在澳门好像经常见到那些 穿瑜伽褲 是吗 是的 我会觉得是 你穿不要紧 可不可以去到大腿以上 就有其他衣物 例如小裙子 或者穿短褲子 那就不好看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多管闲事 真的 是的 有些东西的设计出来 就不应该遮住 如果他要遮住他 就折起裙子 可以他们穿 我们害羞还是害羞 不错 我宁愿去穿短褲 去穿瑜伽褲也是包到实 但是没有东西看得来 有次包到实 有次很紧身很贴身 所以很矛盾 很矛盾 很矛盾 这个矛盾的年轻人 去了搭散之后又怎样呢 是的 他就说 我很喜欢拍照 所以平时都习惯 随身带着一部尾单 当时有少少想偷拍两张 但距离有远 又觉得自己很猥琐 被人发现的话 可能不可恶 所以想想想 好吧 我唯有从猫入手 就算失了手 也没问题 最多都是踏散失败 所以走的时候 就终一圈 特意在他身边经过 然后转转地跟他说 hello 听到我打招呼 很淡定地 握高头看着我 但是双手 就马上护着一只猫 近距离 看清楚他的样子 哇 都挺好看的 我超喜欢这个类型 他问我什么事 我随便说 看见那只猫 在太阳底下 好美 窗外有棵树 光线都超美 养了几下手 上面的相机 不是相机 就问他 可不可以帮他的猫 拍两张猫 他就有点猶疑 但我答应了 拍了几张照片 我看看 觉得有意外收获 背景的光圈 虚发超好看的 这只猫 又不配合 好美 这个时候 回想起来 就觉得 正常来说 需要扣女 这只猫 只是藉口 帮他的猫拍照 之后 应该吃着照片 就跟他说 光线好美 然后试探星 问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 抱这只猫拍照 不如 你们一起拍几张吧 可惜 我拍照的时候 他完全不出声 很漂亮 我想 可能是他不太喜欢 有人上来打架 所以 在礼貌性 就答应给我拍一只猫 但当时的事实是 看他 那几张照片 有这么漂亮的猫猫照 差点忘记了 自己本身 是打算追求女 我满心欢喜 心想 追求不追求女 不肯重腰 竟然 拍到几张漂亮的猫猫照 比追求女 所以 我也不打算 继续聊这个女 反正 人家好像不多乐意 所以 我快快手 回公司 拿照片 更好 礼貌上 跟他说了几句 你的猫好漂亮 好看 说了一声多谢 后 转身就走了 走几步路后 准备下楼梯 他突然叫着我 问我可不可以 把照片给他 我才想起 哎呀 我忘记了这件事 哎呀 他就拿回来 再发给他 然后就问他 拿这个邮箱 他就说 哎呀 现在哪有这么闹的 还用这些邮箱 哎呀 加微信 所以我就加了微信 回到公司 第一时间 就拿一些照片 就设置了 做这个电脑的壁纸 wallpaper 设置了手机的桌面 但就不记得 把照片给他 第二天 对了 他在微信上问我 我才想起 哎呀 我忘记了 原来我要追求女 就立刻送回 几张照片过去 就说自己 回到公司 哎呀 有东西还记得了 忘记了 发一张照片给他 我以为 他会生气 立刻迷了微信 但想不到 他竟然 一连续发了 语音过来 哇 好像很开心 问我为什么 可以拍到这么漂亮 这么梦幻的照片 为什么背景这么漂亮 又问我 为什么他手机 拍不到这种效果 是不是要设置些什么 就问了我一列传的问题 我都懒得一一回答 就是回了一句 哼 我用我的相机 才能显出这个效果 其他手机是不行的 那微信 聊了一会儿 实在接受不了 他真的太多的问题了 我就说 有事要做 此再说吧 转头 我就回到微信朋友圈 他里面 只是显示半年的内容 他很喜欢自拍 日常都好像有 喝喝吃吃 或者自拍 或者是花花草草之类 感觉上 好像不太花工 有空 后来几个月 一直都保持着 每天都在微信路 聊一会儿 聊天 约了几次街 出去吃饭拍照 有次 就直接约他出去 一个两天一夜的短途旅行 确立了情侣关系 该做的爱 已经做了几次了 我这里想说一下 提一提我们的听众 验证了我之前说 其实你很甜狗的 不停藐覆她的女儿 反而得不到好结果 当然这个事主 我觉得有点不打不撞 撞中了玉琴故众 拳打死老师傅 玉琴故众的手法 拍完那幅貓照 头也不回 英雄从不回头看爆炸 走掉了 然后她的女儿心想 你过来真的要拍猫吗 你不是打算搭拆我 怎料可能真的想看一看照片 就这样加了 觉得你没有什么目的性 然后回到去 你又不传相给我 你加了又不传 又不急着 其他儿子很心急 在我说话 怎料你不听不吊 你当我没意思 可能反而这女儿 觉得她神秘一些 可能有吸引力一些 我觉得有些关系 是的 她加了 然后也没有立即回覆她 可能这女儿已经在等 加了 今天也不加我 怎料她不加她 她就淡粗粗 问她 你给我一些照片 那些 两位有没有试过被人搭散 当然有 有很多 是吗 你老将来的 都会被人搭散 我想听白铺歌 一定有 我不相信没有 一定有的 白师傅 一定有的 白鲁奔着了 不是啊 很专心听 对啊 在问你 我啊 怎样搭散 可以说不可以 可以先 她可能在想是她搭别人散 不是啊 其实你搭散 就是有人上前问你的 不是问路那种 不是问路那种 大三巴 搭散这个中文 是不是很难要南哥解释一下 我觉得 应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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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那种 我现实中是比较那种 人家不会看 我觉得我是很 很冷淡 很黑口黑面 明白嗎 高懒的状况 是吧 高懒 比较高懒 如果你不认识我 对啊 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正常 又说回一句 澳门人都是你下去念一点 真的 真的 我经常听一些投稿 又说内地的投稿 听众 又说 很积极地拿微信 走过去问人 其实澳门很少见 很少见到有人 可能我少见 除非那些酒吧 那些会 那些出场 说真的 好像你跳街摸一下 看到女朋友很漂亮 我上海问她 在微信 应该没有这些 嗯 真的少见 真的很耐念 好吧 那就继续吧 阿榮 好继续 究竟他们去完旅行之后又怎样呢 故事来到这里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但开始拍拖之后 有少少变化 相处的时间 相对了解了大家都开始多了 少打少骂少脾气 这些很正常的 但慢慢发现她的思维和想法 是很幼稚很奇怪的 甚至有少少偏激 没有办法理解 吃完别人就说这些东西 这些人 没吃的时候什么都好 没吃的时候都好 有什么余甲褲啊 大波 看着眼镜 还要浪 吃了之后这么多东西 OK 看看她怎么说 那些男人是这样的 应该说 你还没跟她在一起之前 或者还没做爱之前 有很多雷镜 就是冰冰的 打开了 但现在确立了关系 长时间相处之后 这个雷镜是慢慢弱化了 OK 就算之前觉得有少问题 那些问题都会无限放大 这个相处久了一定会是 是的 说到这里之后 他就说 甚至乎 他觉得这个女孩有些偏激 没办法理解 和未做爱 未确立情侣关系之前 哇 即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那拍拖 不够两个月了 他就说要搬过来和我同居 蛤 虽然我有点担心的 我找了藉口 推了两次了 但第三次 唯有同意了 接着 情况 哇 急转直下 哇 同居呢 虽然可以尽情疯狂做爱 但相比之下 和他相处的日常 也觉得越来越 唉 总之是难以招架了 有一次 我不知道他看了什么新闻 就拿着手机 很严肃地问我 假如我就好像新闻里面的女孩 趁你睡着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你面上摔了屎 你会不会打我 是不是看了那个 John Wick 我发觉 女人真的很喜欢问这些问题 之前提过一条问题 如果我变了一条毛毛虫 你还会不会爱我 那些男人很理性 他真的会想你变了一条毛毛虫 那我怎样爱你呢 很难 如果朋友变了毛虫 我可能会去街市 看看有没有没有鸡 或者小鸡捉回来 看看可不可以吃那条毛毛虫 那你这么回答就吵架了 对 你怎么回答就吵架了 我只是女朋友或者老婆会说 我妈妈也会说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 大概在读中学的时候 可能新闻就说那些 未成年少女 被人搞大了的肚子等等 我妈妈指着电视机 就是对着读中学的我就说 你看看你 我跟你说你不要拍拖 好像就是这样的 就指着电视 我妈妈说什么事呢 那那个是人家又不是我 那那个是人家又不是我 我中学的时候 鸣哥有没有遇到这些很难回答的东西 你怎样解决 我当听不到 怎样当听不到 那你也要回答 你问我 你问我 变成了一条毛毛虫 我说挺好 不错 可以 接着你就可以扣一些其他东西 好像扣子 挺好不错 你知道 很容易走题 我一扯开一点 就可以走题 好像我 你有没有听过我们顛台之前 上两天 就是说这个 广东话结后语 你知不知道 那个结后语 很棒啊 有啊 有听过 但是那个读是怎么办 你翻面 读读来说 那时候真的有点难忍的 继续扯 不过这些题是真的忍不住的 对于男人来说 去解答这些问题 简直无疑 比你要整部火箭升上天 真是难 是啊 我认真作答 我又不想骗你 是啊 我又不想骗你 我说不是 那怎么办 你连心爱的女人都不肯吃 对啊 你还有什么面子 你先不想骗我 但是如果我说真话 我不敢吃 然后你就 你真的不爱我 是啊 你真的不爱我 是啊 是啊 是这样的 女生白露 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 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人 是太幼致了吧 我觉得这些是夸张了一点 但我估计是有些没那么夸张 你可能无意之中有问过 会不会呢 一定有的 我不相信 是吧 那些什么 你有多爱我 有多爱我 不不不不 你不要跟我下降 你会先救谁啊 类似 类似 即是你有问过这些问题 没有 那些什么 你爱我有多深 深度去变 那些怎么回答 你喜欢我什么东西 都很难回答 这一条已经很难回答 知道吗 没理由说是瑜伽库 没理由跟你说波大 看上去一定是很正 没理由说这些 一定说你的人品好 眼大大一看就知道是心灵顺结的人 即是会说他内心的东西比较多 但不会突然说 我其实不是我看上去 你波大 样子漂亮 对吗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这些这么肤浅的东西 只有男人和男人才可以说 是的 但如果以女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问这条 你会说你的臉部 你会怎么打我 其实是什么答案才可以化解到呢 你觉得 我呢 可能跟普通的女性有些分别 我觉得 如果你说要一个标准答案的话 可能我现在给不到 你觉得太虚无 不应该这样问 一定会吵架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你只是吻架喊才说这些东西 对 每一次我听到这些问题 我就是觉得你吻架喊 既然你吻架喊 那我和你喊 那就来吧 我准备好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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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上啊 害怕你啊 好了 继续听听他如何化解这个问题 他没有化解到 他没有化解 他只是说 当我听到我女朋友这样问的时候 我的确是有害怕的 他说到明天就在我的头上 我以为他有真的这样的想法 有一次 我陪他走完超级市场 旁边就有个人 一边买东西 一边就发微信语音 就和你一个人说 我买完东西回来了 你们不用等我 然后呢 我女朋友就看了那个人一眼 然后呢 他又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就模仿旁边的人重复一次 就是 我买完东西就回来了 你们不用等我啊 然后那个人呢 就好像很不理解 和有点生气地 问我们什么意思啊 我当时嚇死了 好尴尬啊 好想立刻走过去 扮不认识我女朋友啊 但没办法啊 只可以和别人不停说抱歉 就说 我女朋友被考两年了 今天呢 刚好就考完事 他太开心了 有点得意忘形 所以就冒犯了你 不好意思啊 就拉走了 很瘋啊 那女朋友 什么事啊 靠这些 如果那个人应该问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可能会立刻问那女朋友 对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又说我可以了 对啊 对啊 那其实他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想知道 我都是去超市 人家包装 可能会有些薯片等等 我会搓碎它 然后放到原位 然后上次买了那包 是你搓的 最喜欢做这些 即是我搓完买 我买后面新的那包 混蛋 吹什么 那是赞人 你看 但我想说这些 这样模仿人家说话 是很小的 我没有礼貌 这个是 他都说是20岁而已 20岁吗 20岁吗 20岁 是啊 他开始写了20岁 有什么接触社会的经验 没有 可能喜欢玩 是吧 觉得挺有趣的 但是20岁也成年了 对啊 他干什么鬼 他黏在哪条巾 OK 继续听听下 还有什么 好像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是吧 还有一次 駕駛车的时候 等红绿灯的时候 他又看到路边有一间彩票投注站 然后就问我 有没有买过彩票 各个卡 然后我就说 这些东西是骗人的 我就没有这么幸运的 中奖了 所以从来都不买的 他又长叹一声 就说 如果他中了几百万的话 肯定第一时间 会环游世界 而且一定会去日本 找最贵的牛郎 我当然知道 他说笑 但是也知道 不可能中奖了 一听到他说要找牛郎 我就说一点都不好 其他人面前说这些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死不死都算是他男朋友 当着我免得找牛郎 多时我说不过他 很伤我心 然后 神返转就来了 他说找完牛郎之后 又问我 如果你中了几千万的话 你打算怎么用 我第一时间 就想 我哪有这么幸运 中了几千万 就不用 听你 交入各种假如 而且 为什么你中了几百万 而我中了一定要是几千万 哈哈 大小奇声 然后 就开玩笑 如果我中了几千万的话 就会买车 买楼 养狗 买了顶级好玩的电子设备 回来 买了那些 模型 模型 单独 在一间很大的别墅 做一个幸福的宅男 就算了 他就立即生气了我 就很恶死地 背着我 哼 你中了 就知道自己爽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 是不是 你当我是什么 哦 你根本就不当我是女朋友 还更加不打算和我发展下去 是不是 更加没想过和我有结婚 是不是 情况 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山红暴发一样 他一两嘴就这样骂下去 我解释了机会 都没有 我很不容易 插上了嘴 解释 就说 我都不买彩票 我怎么会中奖 但是 不过 说笑而已 你不用那么生气 我都没解释完 他就立即抢一支咪 就说 我竟然拿了大家的将来 离开玩笑 说 我根本就不在乎大家的关系 问我当是什么 我好累 唉 我屌他 说自己去环游世界的时候 又不见得有我那份 那时 他忘记了这个男朋友 兜口兜面 说对着我 要找牛郎的时候 就直接就当隔壁 那个我是死了的 商标 没有那么过分 结果这点 解释都没用 他硬生生 就因为这件事 生气了我两天又多了 最后 这个结局 就是生气了两天之后 那一晚 他想做外 然后 又扮好像没什么发生 一样 跟我说 嗯 今晚 不如我们早点睡觉 好吗 好 好累 真的很累 身心也很累 一发脾气 就像Eva那样 开了绝对领域 拒绝任何解释 拒绝任何劝告 拒绝一切在他身上的想法 即是随时随地 都会遇到奇怪的想法 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好 Eva绝对领域 所以他唯一破解 就像Eva那样 用手抹开绝对领域的洞 那就破解了 那个洞是什么洞 他刚才自己说的 他想做外形 就解决了 噢 他自己说的 他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这个 好像没得解决 这些 他拒绝了一个洞 他拒绝后 人就会比较顺和 或者是 开始抹起降 对吧 嗯 是的 好 先看看 然后 然后 他就说 真的 在他身上 随时随地 都会遇到奇怪的想法 最要命的就是 他有时候 会将这个想法 他现象化 真真正正的 用在我身上 相处内座 确实不多不少 都会避免 都会怀疑 他是不是有些情绪 偏激的 很多时候 最糟糕 想避免 都避免不了 突然 很多时候 突然 就会爆发 猜猜不到 假如这样 时刻刻 就会担惊 受怕 他会何时发作 说话都不知道 要怎样说下去 这种 真是一个 极大的烦恼 试问 我怎样 可以坚持得到 还说 我不考虑将来 说真的 这样的话 我怎样考虑将来 怎样扣膽 才可以 每天被他罵 被他生气 怎样过日子 才可以 虽然 好像阿永 那样说 感情的问题 一律建议分手 不是我说的 是那只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只狗的贴图 一律感情问题 建议分手 是那只狗说的 是我说的 他会说是你说的 是不是他真的看到你的样子 其实 我哪有个样子 只是想给他看 感受到 感受到 是感受到 看看那只狗 很像阿永 不是我 那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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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狗应该是外国狗 好 然后呢 假如提出分手的话 嘩 不是 我会被他分屎 说得严重一点 但是实际上 我都确实是想不到 一个稍为正常的分手理由 重点是他不知道要想怎么做 很难道 他平时对着我都还好 发小脾气也是小事 但是有时候 无理取闹起来都很头痛 虽然女生拍拖 都不会和男生说太多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基本的都有了吧 有时候就觉得 他是 暴脾气 离谱过来 即 不是说离M那种不可理喻 是想法 有时候很偏袭的 有时候一开车 带他出去吃饭 吃饭 在停车场出来的时候 刚好比较多车 要排队等出门 前面的车 可能等得比较久 后来走神 再前面的车走了 他都不开车 我等了十几秒 就闪了他几下灯后 看他都不开车 我变了他一声 其实我有一点生气 但是因为后面的车 都开始变了 这个时候 我女朋友 就突然间开门 衝到前面的车 拍了他的车窗 就破口大猫 尬你老尾 停几分钟都不走 是不是吃屎 是不是吃屎 不怕爆咪 所以刚刚我都已经打到他 有距离了 是不是吃屎 还一遍罵一遍 就对人家举中指 那一刻 嚇到傻了 立刻下车拉住他 然后他上车 就不断罵 是扑街 是扑街 我看到他这样 我都跟他说 不要这么生气 那扑街走了 没必要跟他这样计较 激怒自己 然后他闹着 觉得不过瘾 听到恶劝他 他就说 你是反骨仔 叫他去帮人 说话 他还问我 是不是看到人家 车里面有美女 他才这样说 我认为他坐在车里 是看不到的 是的 他继续 他就说 我很想 批他回头 我怎么知道 人家是男还是女 我都没走过去 是不是 我看不到人家 他就说 他就说 他终于肯收口 后来 又说 要吃个雪糕去火 冷静 心情 我真是很累 我身心都觉得很累 我那个累是 总之我很累 有时 煮菜 失手 我多放了一点点盐 他一吃 就说 很咸 然后立刻 进厨房 拿白糖 加白糖 还笑着说 说要中和一下之得 否则就要倒一碗水 将菜里面 将菜里面 倒进去 浸浸浸浸再吃 有时 这个举动 是特意做些晦气东西 是否这样的意思 是否搞假 他打算搞假 还是他特意做的 你认真的 我都看不到 拿糖就是中和的盐 是这样的 他不懂 他觉得你太咸 我就要拿甜的东西 中和回它 但是这个事主 这样说得这件事 是否觉得他在玩东西 就是在他的事主心目中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他应该在计算 OK 是的 还有怎么说 我最多都是吃麻辣烫 太辣了 我才拿些水出来 将那些菜 进去水里搅拌 它没那么辣 才拿回来吃 但是如果他这样 我作为男生的角度 我觉得他会玩东西 我一口心思 煮出来 不少加少许盐 你可以不吃 他说多加少许盐 应该还好 是的 还好 然后就问我 以前呢 帮其他女生拍照 是不是有搞到 和别人上床 是不是试过骗炮 噢 你什么事啊 我哪有说过 我帮其他人拍照 去哪里见到 我帮其他女生拍照 好地地 替我扣了 不存在的帽子 在头上 好过瘾 现在 我跟他说 我从来 都没有试过 帮别人拍照 更加没有试过 帮其他女生拍照 更加不可能 用这种方法 去骗其他女生 骗炮 他还要不相信我 说我肯定有骗过他 说我哪有可能忍得住 不搞其他女生 我实在 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逻辑 为什么 他一定忍不住 要去那里 为什么又一定要去骗炮 是不是 为什么 是不是他觉得 我在心目中 男人拿着相机 就等于找女生拍照 就等于想搞事 就等于想弱炮 骗人搞事 有一次 我也觉得他说得很不对 没理由 拿着相机 就等于想找女生拍照 搞事 正如我这么说 应该是不用拿着相机 也想上 对 对 对 说得不错 更正你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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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如何 然后他就说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的逻辑 有一次 他发烧 发到三十八度半 很多事 刚好吃完药 就准备睡觉 突然之间 他问我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三十八度半的肉体 他起床 就拉着我手臂 有气无力地说 你现在 有机会试一下也不要 我当时懵了 我正在想 他是不是发烧 发到烧 懵了的人 我推了他去睡 他还说 嗲嗲嗲嗲 他也想试一下 发烧做爱 近者 又说 听人说 如果喝醉了酒 喝醉了酒 做不到爱 是做不到爱 喝醉了酒 是做不到爱 但发烧应该可以 发烧的时候 做爱 不知道是否会更加舒服 说不定更加迷幻 我听他这样说 我又觉得 他好像很清醒 一点都不像发烧消梦 但是 我确实是想象不到 和一个发烧的人做爱 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我也是做不到 而他好像很不开心 但我猜不到 我睡着了的时候 他回身过来 抱着我 还小小声问我 想不想试一下 和感热的肉体做爱 后来我只是想说 和发烧的肉体做爱 心理上的感受 是很奇怪的 有点内疚 有点不好意思 但肉体是超级爽 超级爽 你老尾正好做了 怎样说那么久 不是这么正 不是这么正 我真的不知道 多谢你说 他最后说超正 是不是做了 应该做了 他回了超大的颇覆 他说他不想做 你老尾 不说了整个正义 不好意思 刚才阿荣应该导转了 那个顺序读 所以下面一段 应该是中间 所以总之他最后 他读完了 阿荣 读完了 是吧 总之刚才 其实上面有提到 那个才是结尾 总之说 阿荣讲感情问题 一律建议分手 但是他分手 他现在害怕 怕他被分屍 我们要帮他解决的问题就是 他应该是想分手的了 那怎样分毫呢 对着一个这样 下车说 你是不是在吃糞便 一个这样的女人 要怎样分毫呢 最近我看了一个 叫做高敏体质的女孩 即是什么呢 即是她有高度的敏感度 即是很容易 很少东西就刺一条根 或者很少东西就会触动到她的情绪 即是高敏 是的 你们有没有试过和这些女孩 或者是 即是见到有这些女孩 嗯 我觉得每个女孩都是这样 我正想说 有些不敢说的 在想着说不说 你华哥在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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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男哥说的 这个是张老师说的 对了 为什么呢 张老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华哥 我觉得这些女孩 像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即是二十年时候 那时候会出现的女孩 读书呀 大学呀 那时候那些女孩拍拖就是这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虽然没有什么 说法师好敦伦这些东西 但是 问一些很怪的问题 或者是 很火爆啦 是类似的 还有那些思想 好像有点不成熟 很像的 好像刚才你问 喂 我中了奖之后 那些钱要怎么用呀 或者那种商标的感觉 真的一样 那我就觉得像是这样 那不是说那些女孩大了 不是 大了都会 不过就会收一点点火 我都很认同 因为你大了 受到社会的分图 会收缺一点 是吧 在外面 即是她不会下车吵人 起码 但是会回家吵老公 一定会 吵你 你刚才为什么不下车吵人 是的 没错 我都很认同南哥说 那些小女孩 在我的角度 以前十多岁到二十三左右 就是这种 戀愛大过天 我时刻都要感受到 男朋友对我刺烈的爱 只要一刻我觉得 没有那么热 我就觉得你冻了 是的 冻了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找一些东西 来证明你是爱我的 那我就找一些 那些什么 柯子在你头上 如果你还是回答我 其实我知道答案是什么 类似那些 如果真的有 很认真 不知为什么 很认真说 真的有柯子在我面前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我也会好好地抹掉它 我也保证我会继续爱你 就是说这些 我不知为什么 这些浪漫情话 会夹起屁股一起说 总之你要想办法 说到它很浪漫 它就是要听这些东西 它就是要你证明你爱它 很多时候 那些发现 为什么女生会寻交 其实它就通过 这个小小的 就是它认为小小的 小小的吵架 你也是可以遷就她 遷就她 你证明这个男人 是很爱她的 很多时候 当年的我和这些妹妹拍拖 我也是不会记得到这些东西的 那就吵架了 那要怎样分呢 要怎样分呢 要怎样分什么 要分手 要分手 要怎样分手 要怎样分这些女生 你也很害怕 基律师你也说了 怎样分手 之前有些集图也说过 遇到瘋的女人 不要说一定是瘋的女人 瘋的男人也可以 都是同理 就是令她对你失去的兴趣 但是失去兴趣 不能突然间 你不要想着一刀切就说 今天我突然间 譬如失去兴趣有很多可能性 可能她出轨 她觉得你这个人 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她会瘋的 她看到她出轨 你不可以这样 你唯有慢慢 也会深入她不喜欢做的事 譬如她不喜欢 她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躲躲 不喜欢你躲躲躲 一开始你不要那么明目张胆躲躲 你就偷偷地躲一下 趁她去完厕所 那一刻就立刻缩手 躲完立刻吃完 立刻给她吃一点 就要吃完 可能过了几天再吃 不要第一天再吃 控制量 逐一点就深一点 控制量 量不是很多 我在说控制做些客人争的事 量不是鼻屎的量 我没有解释得那么清楚 你没有解释得那么清楚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慢慢滲一些她不喜欢的东西 慢慢地 她会觉得这个人 越看越黑人厉害 她不会觉得你是故意做的 她会觉得不是你 你在我心目中 越看越黑人厉害 是的 越看越黑人厉害 越来越想 有一个想离开这个人的想法 到某一天 可能不用你说 她也会分手 可能她自己也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 我会觉得是好办法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遇过 其实可能有少少 她说到这样 有少少 那么多恐怖情人的走向 又或者是 另一半脾气很大 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 大家 大起大落 有的 有的 不过分两种 有些女生 我都说这些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会遇到的 多数遇到这些 都发展不了下去 都未去到那种 可以说什么 去旅游的那种程度 在她在我们的日常交流 那里已经表现出来的了 那就没有再发展过了 那之后有没有遇到 有啊 我都说那些女生大了之后 都是会这样的 那就 只能忍 只能忍 一你就选择 一你就选忍 那就两种选择 这个是半座 这个就是半座男人一生的终极问题 我觉得 我也听过 不少男人都是需要忍耐的 能屈能伸 要做到这一点 很惨 那白鲁有没有遇到那些 另一半很暴躁的 没有啊 因为我听你说话 暂时我今天跟你谈了大概一个小时 就是 我见你又没有粗口又很温柔 你会不会好好暴躁 你确定 是 因为我没有听过你说粗口 今天我听到南哥的话声 是 哇 南哥有没有觉得他今天的粗口量是異常地少 是 是 我听白鲁说 我们澳门人全部都这么难口 我就是 替澳门人的心 真的 读一读 是 我们小年迷 可能年多了就会展露本性 是 他很紧张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保持 下次要打个皮肚 OK 那你遇过什么 遇过 我自己又没有什么 我身边是有朋友 跟我说他自己的事是有遇过的 是 即是你朋友的事 明白的 是我的朋友 是 OK 是 笑什么 没笑 是 OK 好 怎么说呢 其实他会觉得 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女性 他会跟我说 其实 即是 即是 他说一个拍拖 或者正常 即是 刚刚热暖的时候 拍了拖很久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但我们听到故事的女士主 他这样 就很明显是 超级暖爱佬 然后他就觉得 男仔应该 即是我做些什么 男方都要接受我 和体谅我 或者 如果他一旦有一天 做一件事 和他以前做的事 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觉得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都爱我 不像以前那样 那样的感觉 我听下去就是 嗯 怎么说 始终都没有那么成熟 哦 始终都是 即是 即是 等于我刚才说的 他无时无刻都要 男人不断输出 那种100%的爱 他一旦少了些 就开始 猜疑了 开始没有安全感 嗯 那他有没有说 做什么行为 有没有听说过 即是 即是类似 嗯 嗯 我想一下 他没有安全感 没有什么 问一些古怪的问题 或者 我的朋友 直接是 自残 哦 哦 是啊 他是因为一些很少的事 然后就打算自残 跟男朋友 是因为可能 譬如今晚你吃了什么 然后男朋友好像一直都不理他 之内 你知道男朋友好像打机 好像我也很喜欢打机 我一时打机 然后我就不会回覆机了 正常 对啊 正同 我觉得 你需要给一些空间 南科 嗯 怎么说 我觉得 其实我昨天看了整篇东西 我觉得有个总结 就是 两边都缺乏沟通 哦 嗯 又说得挺对的 对啊 不过不是人人都沟通得到的 难的 沟通这件事 是 沟通我也是要技巧的 很要技巧的 是啊 你要参懂了人性 因为好像 怎样说 我有个朋友 他都会跟我说 他另一半是很重负能量的 哦 就是常常回到来 就是回家 就是回家就会说 工作上很多不如意的东西 就是日积月累下 就是我朋友都承受很大的 精神压力 就是你每日回到 就是他最不想就是 就是他老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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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很多负能量的东西 就是很负面的东西 就是这样 那之后呢 我就说 你试试和他沟通一下 接着他就 或者你试试带他去看精神科 就是看心理医生 他又说不用 就是我又觉得 是他有少少大男人 就是我有时候 有时候 你说沟通可以 但是我觉得 男女不同 特别可能在中国 就是有些男人 会觉得 我就是这样的 他自己想不到 是他的问题 我跟他说 叫他不要这样 但是我觉得 不是这个 不是一个正确的沟通 就是 就是看看他 是不是有原生家庭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可能他小时候是单身的 导致他性格上 会有些比较跳激 偏激 一些都不奇怪 是的 是的 我觉得要了解这个 前因后果 不是一下子就说 其实他有些性格的问题 我觉得性格问题的前提下 会有一些 就是 怎么说呢 是一定有些原因 就是好像 我之前 再之前 知道有个朋友 他结完 即他未结婚之前 他老公已经经常打 不是 他男朋友已经打他 结婚之后 也有继续打他 就是真的打得他肚子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先生 就是十年前 开车 就是不小心车死人 所以他 空而暴躁 是的 就会很空而暴躁 很空而激动 就是 常常都处于一个很焦虑 或者很生气的状态 很空而就生气了 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有前因后果 我觉得要他了解 不可以 就是片面 就说他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方面 我有时就觉得 一个大的 譬如说 你已经28岁了 然后你追求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妹 其实你有责任要教好她 或者有责任 或者你除了一个男朋友 角色之外 你也可能是一个 半个哥哥 半个爸爸 去招呼 坦白说 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 我当是五年到十年 一定有一个经验值 即是你经验值好一点 那你就能控制到自己的情绪 经验值差 少一点 我觉得要靠你去调整 我听完八路刚才说的 沟通 有些事情要再提一提 这个事主 刚才阿荣说的 你年纪大一点 你应该有责任去教她 我觉得我可以改一些词 一定是责任的 你能追求她 你以为了是小妹 就是你可能需要教她 或者如果你不教 就会导致有这些结果 但我觉得没有谁错 你不教 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比较不倾向用责任去说 我想提这个事主 这次你应该也打算放弃 分手 我说下一次你有拍拖 可能你遇到某些 你觉得未必那么夸张 但可能有一些事情 你应该一开始 就勇敢一点去沟通 你沟通不一定是 好像对方那样 吊沙老母那样说 不需要的 你就等到电线冷静 再慢慢拿出来说 给一些勇气 由第一次开始 就已经去说这些事情 就不要等到 像你现在这样 你已经发生了五六七八件事 你告诉我 也有五六件事 可能你实际上 已经发生了十多二十次 这些事情 那个结已经很大 你都不知道是哪里开始解释 没有人解释 这个只有分手才可以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如果结一开始 有一个你就立即解释 例如你说 譬如举你的例子 为什么他自己去环游世界 就去找牛郎 然后我呢 就回答了什么 然后你说了很多东西 你在那篇文里 说了很多反驳他的说话 全部都是你内心里面 那女儿不知道的 他真的完全没有跟他 因为一件事 好像K老师说的 不会因为一件A的事 他去解释了A的事 他是A B C D E F G的事 全部都一堆一堆一堆 那他就 现在就 解决不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 有没有真的跟女朋友说 可能他只是跟我们说 他女朋友也不知道 可能他女朋友 一直都觉得 他女朋友 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就是不断骂他男朋友 他男朋友不出声 那就是我骂他对 你不就是 只是想自己 想自己买东西 不用想我的 我去找牛郎 没问题 那女朋友的想法就是这样 有些青春觉得 怎会有人这样想 很难说 21、22岁的想法就是这样 真是天真 不奇怪 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小时候 是真的有可能的 有时候小时候想的 是单纯一点的 真的这么简单的 我觉得无论年纪 如何都好 无论事情到底是什么 合不合理 什么 或者生活上只是一些小细节 那些什么 摘牙膏在中间摘 还是在底下摘 在厕所板 那些东西 你早就要说出来 说清楚 是的 要去沟通 因为如果你预认了 是要跟这个人 拍拖、结婚一生 你想想 如果你一生都要受这件事 我不要说得那么夸张 你一生都要受他 脾气落车 吊架人 这些简直受不住 没有可能顶住一生 就是说那些小事 就是我常常顶不住他 譬如女生也顶不住男生 不在厕所板 阿尿的 整天都弄得弄髒了 我没有可能一生都顶住这件事 那你就一早就要说 如果不是就像我常常看节目 我说了几次 就是你一开始做不到事情 千万不要做 否则你另一半 两三年之后 你突然改变 突然说我顶不住了 我从今开始 我不会再顶你这件事 然后你的对象 你的伴侣就会说 你变了 你不要害我 这些就是很多人拍拖会犯的问题 我不知道算是难得沟通 还是有些逃避 还是有些有心无力 可能面对一个这样的脾气的人 有很多人都会选择 逃避一下 算了 不要跟他冲突 我也是 过了这次就算了 他没事了 算了算了 那慢慢的结大做 可能就难解一些 但是 当然我说了这么说 但有可能有些是小结 可能你遵就他这个小问题 可能有少少脾气暴躁 可能那个女生也有受到我一些其他问题 如果互相有遵就 我又觉得这种是可以接受的 也不是每个结都要解释 有时候人都会有瑕疵 你要看看这个结 你到底是可不可以瘦一小 我自己是这样判断的 如果是不要紧要 我都试过同居 可能那个女生是 她回来的衣服暖 用完的东西又不弄好 我可以的 但我自己不会这么做 但是我可能口口说两句 又弄好 我就继续了 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磨合到的 那些事我觉得不需要特别跟她说 这些是这样的小事 但如果是大事 我觉得要说一下 OK 好男人 这是我自己的强壁症 我也有其他事情要别人遵就我 可能是她没有说 互相 白老师 我说真的 我身边的 几乎 因为我们公司都有不少男同事 他们的女朋友 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小的 然后 就算十个八个九个 都是跟这个女主角性格一样 即是很容易突然跳滚 然后男朋友就心想 咦?现在有什么人事 然后找到求救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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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疯狂跟人做感情辅导 虽然我没有什么感情 可以跟他们分享 但是他们真的有很多事 那些女生真的会很任性 可不可以具体地说 例如是什么例子 我说两个 好 但两个真的很多 我真的听很多 譬如有一个朋友 男朋友 他家是有钱的 他家是开公司的 他有时都会回自己的办公室坐下 然后他女朋友就在读书 大学生 可能大二、大三 他女朋友就说 咦? 我过来你的公司做这个项目 我叫华伯 整班同学一起来 好像很威威 我男朋友富二代 然后 糟了 说漏了 我男朋友有钱的 然后有很多朋友上他的办公室做功课 还不威威 我的朋友就说 你等我一会儿 我开车过来公司楼下 你们整班人在公司楼下等一等我 上来开门给你 正常可能因为他的家 比较有钱 免得避免这么多人上他公司搞乱当 他想着一起上去 他女朋友突然说 我不等你了 我自己上去 他就说 你不要了 你等我 他就不听 死都不听 就带了同学上去 一上去 他没有鑿匙 想着暗中 里面没有人 因为晚上 刚刚有个保安局在巡楼 就问他 就问他 哎 妹妹仔 你们上来这里做什么 他就说 没有啊 他都不认人 他不认人 人家正常问你 你上来这里做什么 你通常都会得 我上来 我马上去厕所 他什么事 他是觉得自己撞鬼 他不知道 他就完全不回覆人 好 伯父见他不回覆 然后就走了 我终于听到粗口了 后来 又有另外一个人 走过来问他 你们过来这里做什么 因为很奇怪 有些年轻 女士的伤害 都好 明白 然后就问他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是一般人可以来的 然后他就 又是不理人 他是不会回答 他是不是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我不知道 我想来温宅公传 很厉害 难道我跟你说 我是太子惹女 其实重点不是这个 他不理人 我觉得 那个人就很心想 现在你妹妹有没有礼貌 但是现在我见过很多 死不死呢 以前我有稍微接触一下 零零后那些 可能教班 有些真的 他不懂得回答你 怕丑或是什么 他真的不认你的 真的会沉默 真的 是的 我所认识的 这个人应该是 不会怕丑 或是不会回答你 即是怕丑 他很懂得说话 然后再说 好死不死呢 问他那个人呢 其实是 他男朋友的 爸爸的朋友 原来是生意伙伴 好死不死 那个人问他 他都不管他 然后别人就发生 然后那个叔叔发生 他就说 喂你 你为什么不出声 不理我 我问你 我没有礼貌 他呢 他呢 和别人的朋友 吵起身上来 是 可以的 有什么吵呢 不知道 你吵什么 我们的朋友 经过了这件事之后 他爸爸就说 喂你嫁妥他 我不理你 因为那个叔伯 发了脾气 走了 因为他跟他女朋友 吵架 发了脾气 但后来这个叔伯就知道是他女朋友 是 然后他爸爸就说 喂你自己嫁妥他 是来这些苏州事 他跟他说 即是他 送完他女朋友回家之后 立刻打给他 他说 喂你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嫁妥我爸爸也知道这件事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们最后怎么跟他收货 我们跟他说 他还小 你要教他 我说你作为他男朋友 你要教他一些人生的道理 你年长他这么多 嗯 这么正经的 嗯 是啊 因为双方都是朋友 你没有理由 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了 他就是这样的了 他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又不能说他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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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男方也觉得 唉 都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觉得很好处理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跟富二代 富二代说 你今天就回去跟他说 拿回富二代的身份跟你说 平时我是男朋友 拿回富二代的身份跟你说 我家族很大场面 就等于你平时看《唐心风暴》 我今天不是说要娶哪个女人 是要通过我爸爸同意的 所以你现在得罪了我爸爸生意上的伙伴 你就不用指而加入我们家了 我是很不想见到这个情况 麻烦你去道歉 我说的夸张一点 但你应该可以表达给他听 有些东西是你自己的底线 你上来上来 你没有影响我上班 或者人际关系 人脈 这些不是说小时候就可以免死金牌 一句说我小时候不认识 就可以了 说真的 五六岁也不可以这样 也要有礼貌 小时候也要有礼貌 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生气 没有啊 问她 我们是没有了解到后作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觉得跟她说了 事情过了就算了 就是双方可以了就没问题了 没有追到后作是怎样的发生 嗯 但是这么囂张 她女儿对着这个富二代 因为我很少听 就是对着这个富二代 通常都是 公公敬 拍到码头 哇 不想她走了 有什么要听你讲 你平时后呢 吞了我手 哦 那 划算她 她对富二代是ok的 她不知道阿叔是这么大来头 是吧 以为阿叔在上面是售街 是售地 但是我对富二代是ok的 就当男朋友是牛那样洗 哦 那就是不ok了 那就是不ok OK 明白 就是牛那样洗 富二代通常的功能都是用卡 还有什么 跑腿也要做 是 富二代其实可以 你叫我做 那我叫个人帮我做 是 是 是吗 都是真的 那好像都 那实际上不是他 不是富二代做的 但多数都是 譬如他说他很喜欢什么 black pink 那时候珠海 那个starbuck 不是出了个杯 联名出了个杯 然后要南方去排队去买杯 哇 就是要他本人 我真的会理他 真的 真的滑了一声 我也不管他 真的 真的很疼女朋友 他真的去过 我也很疼 但我不会去排队 神经病 他去珠海排队 我觉得这个无关富不富二代事 如果他出自自己 比如说我真的很想送一个生日礼物给他 他又很喜欢这个 我自己有心去排队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是被女朋友命令你去排队 我觉得这个不可以接受 你说有 然后看那些演唱会 我都不会排队 你说上网可以买到 或者买黄牛 我就宁愿买黄牛 算了 排队就觉得很 他不会觉得我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的 还有我觉得 如果我是富二代 我应该不会选择瘦这些戏 到底他有什么个人之处 那条女 当初我会选上去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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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大 漂亮 玩完了 不过应该不会 因为澳门是很少大波 真的吗 真的 是不是我有应同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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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可以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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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 其实我可以说大些 港澳都没有 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是地区性的问题 就是一方土 一方上一方人 一方人 如果你的还评比 是评比诸三角 是 我就觉得难说的 如果你扩大一些 我们北望神州 去到东北 重庆 雲南 那些问题 和广东女仔比 真是 啊 另一个几何级素 是啊 那些野食不同 我想说 其实我觉得都是野食问题 港港人食的野食问题 因为激素多 是啊 激素多 所以发育会特别好一点 因为我有见过几个例子 有些人在澳门的时候 小时候在澳门还是矮矮的 相比童年人 然后突然送了外国读书 突然嘴声升到超高的 可能真的吃的东西不同了 喝的水不同了 已经不同了 是啊 真的会不同的 我想说我早两天 我上了去广州一个星期 然后我到处 我要去拍个话剧 然后我会有些广州那边的朋友 然后做灯控的那位小姐姐 她就是身材非常之好 哦 是啊 哦 就是那句 不同地区 就会有不同地区的特色 或者文化 是的 那我们去参详一下 那待会儿你再回VOOX上来看 我没拍到照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用我的眼睛记录了 大合照也没有照片 对不起 对不起 下次工作应该要拍合照 对不对 要的要的 还有刚刚说的那个事主 我自己觉得 其实她已经未必爱她的女孩 可能在她现在 你不喜欢的人 很多东西都会无限放大 或者那个问题 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她 我就是好多东西都不喜欢 我觉得其实可能贫隆这个分手边缘 或者是她觉得 跟这个女孩相处久了 都够时间了 是时间 即是是时候分开了 老实说 我其实不是说很贊性 即是同居 其实有时候同居 大家会越来越辛苦 我觉得是偶然过来 睡觉都可以 但是你说同居 那些疯狂做爱 说真的 疯狂到做爱 难道你一个月做出30天吗 你做一做一做一做 你都会厌的了 是的 即是后来都不会这么多了 因为已经随手可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要么你就分开一下 即是不要同居 可能你还会觉得 距离产生美 是的 现在我觉得你距离远近 可能你每天都在想 第二天起床会不会摸到我头上 这个是很认同的 你给一些距离 是分手 因为补充一些距离产生美 即是很厉害的 现实来说 如果你真的每天都看着 你看到她 即是很多时女生 现在这个时代女生 很多时出街都会化少少妆 怎样都会 可能会这样 如果同居 就更多时间见到她 没有化妆 甚至头又乱糟糟 然后衣服又乱穿 有时难得自己的衣服还没洗 穿你的衣服 可能就是这样 你看着她穿着你的波褲 甚至没有穿衣服 有时睜眼一见 你知道那个女生 又不是很大波 睜眼一见到 好像自己的影婚身 你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 你真的很难有 对她有一个性欲 相反就是 如果偶尔来住几天 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星期 那个女生可能会觉得 我一个星期才见你一次 我就是今天才需要 的气心光化个美妆来见你 大家都会开心 相赢 其他时间就是自己在家戏 没所谓 只聊电话 那把声音够漂亮 就可以了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怎样突破 同居就会遇到这个命运 大家就会慢慢慢慢 那些激情愈磨愈平 买到一间屋 很简单而已 对啊 买到一间屋 对啊 对啊 有钱人想的东西是不同的 林哥 不要你说得这么难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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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真的有试过 跟女朋友住 本身是想同居的 但是她跟我说 可以同居 你看之前 结了婚 我的女神 结衣BB 跟她老公都是这样的 听说 好像有看过这个新闻 她已经离婚了 啊 离婚了吗 啊 是吗 是吗 原来是这样 什么时候的事 我听说是她们会分居 分居 但是她们不是离婚 不是 分居而已 是啊 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活模式 她喜欢私人空间多些 可能那种文化是这样的 我听过很多 需要多些私人空间 看过她们的那个习惯都是这样的 是啊 她们两夫妻都是分开睡的 其实我觉得分开很好 因为我是极度享受的 很好啊 真的好啊 真的好啊 你不要说 什么 做不做这件小事 你有时候想夜睡一点 或者播剧 或者打机 你旁边那个人又说想睡 喂 你不要打机啦 吵架住了 那真是不居 是吧 一个星期可以而已 不然你天天这样 你就觉得自己很大心理压力了 是啊 有时候不要说 你说什么 她要上班 要睡觉 你想通宁打机 不要那么夸张 你只是想打多半个小时 打多半个小时 都不行 就是因为她已经要关灯睡觉了 甚至乎你已经关灯了 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是啊 即使你关灯都不行 你暗到按键都会很吵 是啊 或者我听到你呼吸都会很吵 对啊 对啊 没错啊 那也没错 不可以呼吸 哈哈哈 对啊 所以说要分开睡 对 不过有些女生 如果她是娶的 你为什么要分开睡 你是不是不爱我 那又是另一个女生 真的会有这些 一定会有的 真的会有 是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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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应该要推广一下这个文化 就是 分居文化 就是给私人空间 我不理说分居是怎样 可能分房是怎样 你分房还是分房 可能一个星期有一两天 都可以一起睡 都可以 有些私人空间 有时真的自己一个 在一个独立的空间裏面 做一些东西是方便一点的 我不是说只是做那些东西 可能你搅个鼻屎也方便一点 就是说真的 搅个脚趾也方便一点 就是做些不错的东西 或者你想放一个姿势是很笨的 有时候你不想在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面前 放一个很笨的姿势 但是那个很笨的姿势 是很舒服的 可能你坐在椅子上 直接放在电脑上面的架上 按钩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姿势 但是你是喜欢 有人在这里 你会觉得 你不太自在 不自在 我只是追求人 追求人 一定是不自在的 我不知道Ian会不会是这样 可能Ian会觉得 你怎样不自在 我和你已经是 一起过的人 不是一起睡过的人 有什么不让我看 我有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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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阿妈的情绪勒索 那些 你有什么不让我看 为什么要锁门 小时候都看过 你有没有没有见过 小时候都看过 很多人都没见过 是吗 成长了 很多人都没见过 对不对 是 好吧 好吧 我们有空再上海吹嘴 再联动 挺好的 原来今天 聊过超久 是的 因为这篇故事也很久 这篇也是 阿榮讨完之后 我也想猜个像 真的辛苦你 他讀过很长 真的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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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细智地说 每一个 细嫂女朋友 又不是 小磨擦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听众 某程度 打出来 有点发泄了 他内心的一些 他应该没什么 跟别人说过 今天我就一次过爆出来 一说我 我跟他 两万多人说 希望可以帮到他 对 希望他无论分不分手 也好 开心一点 最重要是开心 不要太委屈自己 很多谢南哥和百露 上来 我们联动 希望再 有下一次 可以听到两位多粗口 大家最想听这些 激动一点 下次我找一篇 就是那些什么 那个视纸很难离谱 是啊 找白鲁 应该找这些 是吧 是啊 找白鲁 记得 尤得 OK 白鲁可以试试试 可以吗 OK 没问题 没问题 非常之好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在结束之前 我今天才刚刚看了你们新的影片 讲广东话 结后语 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好 好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阿婆系列 我看到留言 阿婆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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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了一个 到你们猜 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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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鲁都炸? 炸老鲁? 我每一次说 我都不想笑 想表达尊敬些 严肃些 严肃些 阿婆爬梯 你老鲁 阿婆爬梯 他将快脆点 快脆点 加了一个 嘻字 快脆脆 阿婆爬梯 小朋友 我不知道会不会讲 好像比较 Q的这个字 那么Q的这个字 加了一个粗口 再加上这个梗 即是很耐地獄 不是说笑 真的很耐地獄 神神 快脆脆点 快脆脆点 好 这个 又学到东西了 这个 你刚才说是你的朋友想到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听回来的 但在哪里听回来也好 他要分享给我 他就应该要下地獄 哦 OK 就像我这样 我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想減轻 我可以脆脆 你先进来分享给我 不要紧 我都常常看地獄 我是很接受的 将来都是下地獄的 如果有更加多的 大家都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这些这样的 结后语也好 地獄结后语 对吧 对 快脆点 快脆点 快脆点留言 OK 多谢两位上来吹水 吹了这么久 辛苦了 今集差不多了 来到这里 下集见 辛苦了白老师和华哥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拜拜